生病,不会说很苦,病了,病来了,真的是要放下,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。 苏金梅今年6月因癌症往生,享年55岁,一直坚持做刺激室,到生命的最后。 因为她在治疗的时候,在痛苦的时候,都在做刺激,都没有放弃。 在往生后,她的遗愿捐出大体,给马来亚大学医学生做教学研究,更是不简单。 我是很反对,可是当金梅讲出的时候,我尊重她,我讲,我同意。 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,为她感到骄傲,她能够,不在生前能够鼓励到别人, 她在生后,她也把她自己奉献给医学院,然后做研究。 她这种大爱精神,虽然她的生命是短暂,但是她会命是永存。 善尽生命的价值,苏金梅也留下最美好的典范。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蓝玉婷,何秀丽,李新伦,马来西亚报道。